相亲者的心理建设建议 第一条 相亲的时候不要抱着不结婚即死的态度 全世界只有少数人遇到过真爱 也只有少数人走进了婚姻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婚后幸福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尝试去交朋友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要 你就开心就好 第二条 不要跪舔 与对方的人格平等 不管对方颜值多高 条件多好 都不要跪舔 你要像旁观者一样一致 你应该把你的灵魂和袖手旁观拿出来 看看你们两个互相约会 然后分析它是否适合你 第三条 如果介绍给你的人 对介绍的单身者的家庭工作不能搪塞 你就要警惕了 很可能这个人的家庭工作有明显的缺陷 第四条 微信延迟回复次数男女应该是1比2 女方延迟回复两次 男方延迟回复一次 如果比例很悬殊 基本可以断定对方对你没有兴趣 男女比例也应该是2比1 男方总是找女方 女方不找男方 那可不行 第五条 第一次见面不要问太多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对对方有一丝进一步接触后再慢慢问 原因很简单 对方之所以同意你的提问 是因为有感情基础 很难成功 因为第一次见面就要车要房 第六条 人们讨厌被定义框住 别说你们公务员程序员军人不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你这么一说别人就给你低分了 第七条 我安心的是 对方结账的时候 我会打低分 对方结账的时候 对方会主动提出请你吃点甜品 喝点东西 这样会大大加分 第八条 你见了相亲对象就知道你的介绍人眼里是什么级别 这句话是片面的 介绍人介绍你 主要看你的年龄是否结婚 第九条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主动告诉介绍人 不喜欢就说 你还想考研 不然近期就要被派到外地长期工作了 另外 相亲是人情 介绍人会认为给你介绍人是给你人情 第十条 缺点乍一看 就是虽然这个人有点这样 但是他的其他方面都不错 这个怎么样 先问问自己 对方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 能不能接受一辈子 如果他接受不了 那就算了 第十一条 越快结束越不合适 不要拖延 不要觉得时间 长了就合适了 如果你觉得一两个月不可能 看年结束对谁都没好处 第十二条 介绍人的话 信义已经算多了 第十三条 颜值的重要性高于一切 建议很多人喷这篇文章 给个解释 相亲成功和有没有下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就是颜值 第十四条 体型的重要性仅次于颜值 原因同上 第十五条 排第三位才是家庭 工作 教育等 能相亲的双方基本不会差太多 真正差太多的会有很大概率不成功 第十六条 父母和介绍人只会看到物质方面忽视或者忽略精神需求 第十七条 第一次见面后 你们只是刚加了微信的陌生人 作为情侣不要互相要求 第十八条 相亲的男生很吃亏 不管是哪种方式 尤其是传统中国 第十九条 不同于自由恋爱的爱情 相亲产生的感情略显不纯 经营好了才能转化为亲情 不同于真正的所谓爱情 第二十条 回忆你这十年的学习重点 是中学和大学 问自己这些问题 有多少人向我表白过 我喜欢过的人喜欢过我吗 有没有异性盯着你看或者在街上被搭讪 朋友圈赞的异性平均互动频率高吗 能满足你对对方的要求吗 如果都是负面的 或者大部分是负面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不要对你未来的另一半期望过高 第二十一条 无论哪个人群 都只有少数人发光 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星星月亮的中心 再决定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婚姻 虽然这很残酷 但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普通人 不是说你没有上进心 第二十二条 在婚姻这个问题上 参考或者和别人比较 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十三条 顺从内心比任何人的劝说都重要 第二十四条 如果你父母坚决不同意你相亲 那就不要继续约会了 第二十五条 彩礼婚礼等婚前准备 其实是两个家庭的价值观和经济实力的碰撞 如果矛盾不可调和 最好不要结婚 第二十六条 一个家庭的本质是夫妻 不是亲子 婚后要学会摆脱双方父母的影响 最好分开住 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女主人 第二十七条 除非富二代 否则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很难达到所谓的优秀或成功的标准 多和你的另一半一起成长 少抱怨 这样他以后才能分享他的成果 第二十八条 如果合适 女生也要多主动 不要觉得男人什么都要做 不要有宁愿错过 也不要主动的想法 第二十九条 人品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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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 做正确的人很重要 第三十一条 不要提不合理的要求 比如女方 在男方婚前卖的房子上加名字 男方要生第二个儿子 第三十二条 穿衣的目的是保暖和遮羞 但也能体现一个人的品位 有空的时候需要多收拾一下自己 不一定要大牌 穿出个人品为就行 第三十三条 不要因为某一点就决定和他 他在一起 也不要因为某一点就不在一起 一个人知道他的同伴在一个漫长的旅程 和一个小客栈 第三十四条 通过相亲的形式 有可能找到合适的人结婚 也有可能想要幸福 但是不容易实现阶层的跨越 即使是自由恋爱 也只有一部分能帮你实现阶级飞越 第三十五条 爱情大多只能剪上添花 雪中送炭的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而是很少 第三十六条 父母祝福的婚姻不一定幸福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有很大概率不幸福 第三十七条 这个不是绝对的 看你个人选择 由于介绍的圈子都是熟人 不排除渣男和渣女 以此来威胁对方的名誉 以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 尽量避免婚前性行为 婚前检查是必要的 在你觉得婚姻趋于稳定之前 不要生孩子 第三十八条 介绍人的级别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相亲对象及其家庭的级别 注意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是绝对的 第三十九条 三四县城市有很多职业媒人 已参加介绍婚姻未复业 这些人往往精神面貌丑陋 唯物功利的世界观 施拿卡要是尝试 但是只要他能给你介绍相当数量的同级相亲对象 你就不应该排斥他 认为自己每天吃的猪肉来自肮脏的猪圈是一个道理 第四十条 相亲市场很乱 婚恋网站不靠谱 国企工会组织的大型相亲 长辈介绍的一般都比较靠谱 最好的介绍人 同学同龄的朋友 这个给长辈解释一下 很多时候长辈介绍给他们的 也是别人介绍给他们的 说不好的是好的很容易 尤其是给别人介绍对象的时候 很难客观评价一个人 有推销的成分在里面 有些人特别擅长 在长辈面前装好人 一见面就原形毕露 如果你不出柜 但你父母不知道 你就迷茫了 成了同性恋 第四十二条 在女生身上能被称为闪光点的品质 在同等条件的男生身上 被称为一般或一般 普通这是对一些女生的警示 一定要正视自己的条件 调整自己的婚姻预期 第四十三条 最后说实话 相亲最简单的就是学历好 体质内有稳定工作一生 老师 公务员 长相一般 是自我感觉非常好 身边的女生都觉得自己比大学里的强 而重点大学的男生进入社会能更快的提升自我价值 开阔眼界 当初在学校的女神回头看看也不过如此 你班上那些985211大学毕业的不起眼的女同事 这辈子能遇到的优质男人可能占了一半 进入社会找个好的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